大家好,我闺蜜大发啦 如你们所见,我现在就是在我房间的床上录视频啦 后面这个盾牌 没错,我每晚都要移服着这个盾牌睡觉 因为实不相瞒,美国队长就是我哥哥 晚上都要看着我的盾牌,就好像我的哥哥在巴木 买好恶心哦 今天这个视频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些护肤品 有烂年女孩必备,然后去痘,然后抗初老,抗皱纹 以及就各种有的美罗罗罗的,种类非常多 都是我最近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护肤品 基本上也属于是比较平价 那就没有什么是特别贵的 毕竟我是平民库女孩,清店大师好吗 就是只会推荐一些比较平价的东西给你们 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 就是我最近发现了一个超好用的面膜 它是一个叫做创额美的一个什么修复面膜 那包装设计理念就是可以用各自形容,就是非常的土 讲真的,它这个包装真的很容易让你有一种 完全不想要用它,连见都不想见的心情 但是它真的特别好用 它这个牌子的面膜本身就是医美籍的面膜 是医院在用了一个面膜 就像很多人就是做什么微针以及激光 以后都会医院给他开这个面膜,让他回去服务 像这个面膜的话在医院卖的话就叫做创服务康 然后在外面卖的话就创额美 成分是完完全全一样的 而且它里面的成分都是非常单纯的 就是只有水跟火性胶原 连激光的人都可以用了面膜对敏感肌来说的话 它绝对是没问题 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强推它呢 因为它整个去痘去粉刺的效果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我自己有清测过很多次 就一般红重的痘痘三天内是可以完全消除的 像我有时候比较快的就是今天服了 明天就整个憋下去也不红肿了 如果你是额头上或者到处有一些一粒粒的痘 就常年顽固在那里的话 我真的很推荐你这个 它是多年搓疮的一个战斗机 也是一个激素脸的救星 它效果真的很明显 而且如果你就是皮肤今天受损或者过敏什么以后 你只要用一片第二天 你就会发现皮肤整个稳定了很多 毕竟它是医美面膜 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 医美面膜一般跟普通的面膜是不一样的 针对一些皮肤问题 反正就是针对性的一个医学护肤品 所以比起一般护肤品来说的话 整个安全性以及生产条件的话是更加严格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主要是通过一个天然的活性胶原 起到一个去痘去斑为修护屏障 以及疏敏条理的一个作用 敷这面膜的话大概时间会比一般面膜会长一点 大概要伏20到30分钟 不过它这个有一个我觉得 就是excuse me就是它面膜值 比一般的面膜真的厚很多 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那么厚的面膜 这就真的是有效果 你说我拿它也没办法 真的很推荐就是屏障瘦水 绝对长很多痘痘戳疮疮 以及支持过敏期间的人使用这款 下个呢也是一个换季时候 皮肤干燥起皮或者就敏感 这个时候很推荐大家使用的一套水跟面霜 但是这个的话我只推荐干皮的Maze 它这个是必卡维的一个 蜂蜜保湿水及蜂蜜碗霜 它也是我觉得干皮非常值得入手的一套护肤品 如果之前有发现自己脸部干燥 额头这里有起痘的话 这个就很适合 它们主要成分就是西班牙的一个麦乳卡的蜂蜜 这种蜂蜜有个作用就是修复肌肤敏感和瘦水 这个碗霜其实量还蛮多 但是这个保湿乳的话量就是还好 就是100毫升这样子 如果我觉得拿它来做个换季期间用的一个护肤品来说的话 它用完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 蜂蜜水的味道特别的好闻 而且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上脸特别的清爽 而且凉凉的不是那种会粘力的化妆水 而且吸收的特别快 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它这个碗霜 这碗霜我有时候会拿来做个睡眠面膜 有时候也会早上在化妆前这样子涂 因为像我之前其实我自己是不太爱用这种面霜之类的 我觉得就是有点太油了太不舒服了 它的质地虽然是很像棉牙油的质地 但是上脸的话就是你这样子清添按摩还蛮快吸收的 大概就是30秒左右就完全吸收了 吸收好以后也不会说很粘力 弄得人很不舒服就很难受 就感觉 拿它做妆前保湿的话就是你自己是能够感受到的 就真的是很滋润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我皮肤都没有 像以前那么粗糙了 有一点一点在变好 就是摸上去那个质感就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在主打高补水的同时 它官网号称它有个收毛孔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其实它就是跟普通的毛孔收收水就一样 就用的时候的确会看到 哎好像毛孔没那么明显的 但其实过后还是就是该怎样还是怎样 因为毛孔这东西本身就是不可逆的 所以拿它来做一个平时清洁后 在鼻子这一块毛孔大的地方似乎的东西也是可以 但是如果想要它完全领得毛孔 咻咻咻一下说小话 就劝你还是去睡觉会比较好 因为梦里什么都能够实现 下一个是我很建议姐妹们在出问题期间 就是已经脸部受损 已经有不舒服的时候用了一个洗面奶 是这个透针的洁面霜 爱奇酸洁面就是相信很多喜欢网上冲浪的姐妹们都知道 是为什么那么多产品洗面奶 都要主打氨基酸配方这个成分 在这里就像长蛇蜂那样子 再一次给大家科普一次就是氨基酸 它本身的pH值是最接近我们人体皮肤 够保护我们皮肤的皮质 你知道为什么我偏偏要推荐它吗 这款洁面霜起泡特别的快 而且泡泡特别的绵密 它给我的使用感受有点像是福利方式那个洗面奶 但是价格却不如别人的几分之一 福利方式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它用起来特别舒服 但是我觉得更觉得它清洁力度很一般 那这一支的话主要一个特色的卖点 也就是它添加一个卸妆成分 日常生活中你是每天都要出防晒的话 我会很推荐你这一支 不然的话你每天都用卸妆水去卸防晒 真的很伤皮肤 直接用一个清洁力度比较好的洗面奶 把防晒给洗掉 早上有时候一些白头冒出来油光满面的话 它清洗后一些白头也会去的蛮干净 洗的蛮干净的 我觉得这一支的清洁力度真的很好 而且我很温和真的很推荐这一支就是在皮肤受损期间 用的这一款洗面奶 现在可以给大家推荐也是透震 它加一个鱼子夺态的清脆胶囊 它有点像是亚度那款时空胶囊的评价替代 35粒加上它这个电动导入鱼 这款胶囊主要是针对于说你想要修复皮肤 或者说你想要改善皮肤干燥 对皮肤进行一个密集护理 它也不是说皮肤出了问题想要改善才可以使用 像皮肤平时没有什么大问题 使用它的话可以预防一些细纹的产生 它可以保持脸色整个光泽度 它主要成分就有一个深海巡的一个鱼子精华 以及一个多重寡泰的精华 就是可以修复我们的皮肤 加强我们皮肤的角质 虽然说我个人在使用过来就真的没有觉得说 效果有它这样那么夸张 但是我觉得整个效果还是有的 这个效果对于这个价格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高性价比的 使用方法就把它这个小尾巴给扭开 扭开 精华挤在你的脸部肌肤 这个没有一打开 有人听到声音了吗 就是晚上不仅可以脸上用 也可以其他的地方用啦 当然是帮几步按摩想什么去的变态 按着一大圈的方式进行按摩吸收 这个还蛮喜欢的味道的 是那种樱花的味道特别的香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刚开始抗初老的姐妹们 闭入的一款单品 价格也是我最近特别爱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DMT的素颜滴 自己已经入手这个入手了很久了 就是一直没有给大家推荐 你们知道我有多喜欢它吗 已经囤了这么多了 比较小个嘛 所以我平时像出差 以及就是去旅游的话 我是很爱带着这种很小个的东西到处走的 这款细胞培养液 促进我们皮肤生长因子的一个作用 而是针对于皮肤一个治疗 以及修复 就是如果你是刚整完用的话 也是可以用它的 洗出来后是这个样子的 跟那个SK2的小白瓶的质地 真的很像 而且它这款号称也有美白作用 刚才说到的主要就是 一个促进皮肤生长因子的一个细胞培养液嘛 所以就是如果你有痘痘痘印的话 就可以用它 或者说你过敏期间的话 也可以用它 起到一个修复一些皮肤屏障 其实说你皮肤暂时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它也能够很好的帮你稳定你的肌肤 夏天日晒后的一些晒伤晒红 你用一次就可以立刻见效 立刻把你的皮肤整个发红的状态给缓解下去 它本身淡化黑色素提亮肌肤的效果也是比较厉害的 如果你是想要美白的话 不妨可以把它当做一款美白精华使用 下个就是之前有姐妹私信我就是背部长痘怎么办 特别是像现在夏天人比较容易出油 也比较容易自身一些满虫细菌 所以就很多人经常说背部长了很多痘 然后也不敢穿什么吊带嘛 这也是有曾经背部长过痘的 所以我是很有资格讲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今天最后要给大家推荐 就是这个SANA的一个美背喷雾 这个美背喷雾 这特别好用 你只要背部长痘用它就行了 它这个喷雾里面含有的一个血氧酸 以及尿囊素的话是可以起到个消炎杀菌的作用 这都是因为你的背部出油 然后直生一些细菌产生的 你平时洗完澡后往背部这样子喷一喷的话 可以起到一个收敛 即是预防粉刺暗瘡 平衡背部的油脂分泌 它这个喷雾一点都不油膩 喷出来是特别的清凉 夏天的话其实洗完澡 这样往后边喷就整个 嗯就是那种还蛮爽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有种异常的高潮 啊好色情 汉毛整个都会 这样子一颗素起来 就是还蛮爽的那种 这种感觉的 它号称是美背喷雾嘛 但是你其实不仅说是在背部啦 像如果你胸这里也有一些痘 或者就是手臂或者大腿有痘的话 都是可以喷的 这样子喷不仅说在修复啦 其实有在对我们的服制进行一个改善 它这个喷雾的设计很贴心 就是它倒过来的话也是可以喷的 你自己一个人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子倒过来喷 比方说有些人就是像我一样 都没有男朋友 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喷 要自己喷 然后如果他不能倒过来喷的话就很难喷嘛 这种去到喷雾的话 并不是说使用个一两次就立刻全部消失 特别有效的 这真的要坚持使用皮肤的肤质 也不是一两天可以去改变的 就即使没有长痘的话 其实我也蛮建议可以喷一喷的 可以这样子平衡油脂 预防说就是哪一天就长得越湿湿的燃料 you know 那今天这个给大家分享 最近我很喜欢的一些护肤品 有关烂脸什么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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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有的美的护肤品的分享 到这就差不多结束了 今天都是以我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在使用一段时间感受里面去向大家推荐它的 就是每个对我们肌肤管理都是非常的有效 并且好用的 然后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我种糖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给我一条路的服务 以及多多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